- 電金術士牌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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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像是一個比較人門的職業 - 可以使用黑暗跟光明屬性的卡牌 - 大家應該都知道 - 黑暗屬性的卡牌 - 比較偏向群體 - 而光明屬性的卡牌 - 則是守護支援型的卡牌 - 所以我的牌組安排的是 - 比較討人厭的打群架牌組 -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- 我的牌組各個卡牌的功用 - 小惡魔軍團主要是群體的小怪 - 雖然Course比較高 - 但是是非常難得的群體飛行真物 - 主要跟坦一起出動 - 吸血鬼的古拉 - 是一張我覺得蠻變態的卡牌 - 他的生命值不低 - 算是一個坦 - 如果他被打死了 - 還會變成吸血的蝙蝠 - 所以他場上的存活時間是蠻長的 - 算兵 - 一次召喚出四隻鞋比較厚的小怪群 - 用來破解對方的團使用 - 召喚準備 - 這張卡牌的作用就是 - 把你上一個丟出去的生物卡拿回來手上 - 這樣又可以出同樣的生物卡牌 - 劍塔不用多說 - 就是拿來支援各線的輸出 - 通常會放在比較中間的位置 - 比較好支援四周 - 審判夜沙克 - 他剛召喚出來時是隱身的狀態 - 直到他攻擊敵人才會現身 - 而且他的第一次攻擊是雙倍的傷害 - 我通常拿來偷錄 - 是一張非常好用的卡 - 骷髏弓箭手算是黑暗屬性卡牌 - 蠻好用的一張卡 - 主要是因為他是射手 - 又只需要一點消耗 - 所以拿來躲在坦後面輸出也蠻好用 - 亡靈騎士都拉翰 - 他是個會衝刺的坦 - 衝刺到擋到他的敵軍會造成雙倍的傷害 - 軍團召集 - 這算是我的群體玩法 - 牌組必備的一張卡 - 主要是在生物上 - 每三秒可以召喚出一個軍團劍兵 - 布農兵可以一次召喚出 - 兩隻可愛的小狗狗射手 - 一樣跟著坦或群體出發可以好好的輸出 - 以上就是我的牌組的介紹 - 那我們就直接來實戰看看吧 - 如果用上裝來這裡 - 原來就要在爬拉翰 - 雞好使用的小狗射手 - 牌組在敵軍會勝出 - 牌組上很容易 - 打敵軍會進攻- 力充秋 - 牌組在性記錠 - 'll堅強 - 牌組都立下的大堂 - 相場的地大堂 - 贅首的大堂 - 牌組倣手 - 利用上兩端射手 就像是一位 達成的 有些人 如果有些人 是映像 有些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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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是一位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就算了 就算了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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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